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听听 我们最近在办公室的人不知道在搞什么 每天都搞到自己好像个亡灭盒一样 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很享受 真是受不住 你们在做什么这么大阵仗 给Brandy去 什么 给你一杯 给你一杯 很好吃 这是什么 这个蒸气眼罩我们这里很流行 你看看我 蒸一蒸 黑暗血也少了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觉得广告时说得很适合 蒸气眼罩 正确健康 一蒸 黑暗血 即可灭 真的吗 是啊 是啊 好好的 戴上去感觉对眼睛都很舒服 而且他还认识自己发疑 很神奇 加上我们的对电脑对眼睛都很不舒服 很坚定的 我们的调查条是不听说的 全片讲 查了才讲 今期就为大家揭开蒸气眼罩的实地面纱 眼部疲劳 眼袋 黑眼圈等问题 长期困扰着学站压力大的学生们 办公室的OL门 传言诱惑 蒸气眼罩 带上去可以有效舒缓眼部疲劳 难道这么火爆的蒸气眼罩 真是这么神奇 过了正式蒸气眼罩 是否真的可以缓解我们眼部疲劳 现在我带着两位自然者 来到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一起来检测一下 这个蒸气眼罩是否真的有用 好的 走吧 今次的实验 我们来到了为我们提供 实验支持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眼科管理部的鱼水明主任 就会为我们两位自然者 证实来检测 首先我们先为两位自然者 分别测试一下 他们眼睛的原子状况 作为空白对子 接着来等这两名自然者 看手机20分钟 再分别测试一下 他们的眼部状况 医生我们两位自然者在玩手机前后的数据有什么变化吗 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个这个前后的数据 那么他们这个近视度数呢 因为我们刚才玩手机大概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 对吧 他们两个的近视度数呢 在前后是没有什么大的差距的 但是呢两个人在检测视力的时候呢 玩手机之后 普遍视力会稍微比比玩手机之前的要稍微低了一点 就是说变了变模糊了一点 因为你眼睛一直看镜要调节嘛 那么久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模糊 那么这也就是说 长时间看镜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每天看几个小时 那么他连续看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久了你就会出现一个假镜的近视了 那再时间更长了可能会出现真性近视 这样子对 接着来根据我们观察到的正气眼罩外包装上面的使用说明 我们等自愿者A闭目养神20分钟 自愿者B使用正气眼罩20分钟 之后再测试他们的眼部状况 来看看正气眼罩是否真的可以缓解眼部频道 20分钟过去了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两位自愿者的眼睛状况 最后一步测试就已经完成了 实验结果即将出来 医生我们两位志愿者其中一个是闭目养神 另外一个是使用了真气眼罩 那他们两者在眼部上面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差距吗 刚才从我们对这个 这个他的度数 还有他的视力的这一个检测来看 他休息了大概20分钟之后 两个的视力都是会有所伤伤好一点点的 但是你说这两个的差别就很难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闭目养神是就是休息 那么我们使用正气眼罩 它其实它是和闭目养神结合在一起来操作的 那么你在用正气眼罩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你实际上就是在闭目养神 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很难界定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的 医生就说戴正气眼罩也是闭目养神 这样的话 难道正气眼罩可以消除眼疲努 其实只不过是我们闭目养神的骗弓 那是不是也就说明了正气眼罩的确是可以缓解我们的眼部疲劳呢 如果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会对这个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实际上究竟是正气眼罩起了作用 还是我们本身的闭目养神 因为我们闭目养神和远跳 这个是经过科学方面的论证 就是各个闻线都有发表过 这个确实会对缓解疲劳有作用 那么它因为正气眼罩是和闭目养神结合在一起 所以究竟是它起的作用 还是闭目养神本身起的作用 这个医生可能难以做一个很明确的判断 实验之后医生竟然告诉我们听 这些正气眼罩缓解眼皮疗的效果有待考究 但是我们调查过 这些正气眼罩在市面上受价比不便宜的 卖到这么贵 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调查员继续为你进行调查 现在在我手上拿着 就是不同教委的三种正气眼罩 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大学化学法工学院 请教刘老师 为什么我们手上这些正气眼罩 它会发热的呢 那它究竟是什么物质呢 我们一起找刘老师 刘老师 广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博士 好了 现在看我旁边的就是刘老师 刘老师你好 那现在在我们左手边的是我 从市面上刚买回来的我们的真气眼罩 所以想要你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些眼罩里面会发热呢 它里面包含的物质是什么呢 这个正气眼罩发热的原理 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到的阳宝包 它的发热的原理是一样的 里边都是一些铁粉 铁粉遇到空气中的氧气 会发生氧化 在这个氧化的反应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热 等下先 氧化还原反应 这个反应不就是和我们的暖宝宝发热反应一样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了 你之前提及到的我们这些真气眼罩呢 其实发热原理跟暖宝包一样对不对 那我们的眼睛这么脆弱 它会不会反生化学物质之后呢 对眼睛产生伤害呢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首先呢 它的发热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它其实就是铁粉和空气中的氧气 发生这个氧化反应 然后放出热量 那么这个真气眼罩里面 除了铁粉这个物质之外 它其实还有大量的填充物 比如说这个碳粉啊 比如说这个乙化纳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是为了减缓铁粉和氧气接触的这样一个速度 所以说呢 它放热的这个速度 是一种非常缓和的这样一种速度 那么对人体 对眼睛的这种作用 刺激性的作用就不算 不会特别的大 那么其次呢 它反应之后生成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一些残留物 是对人体无害的 而且呢 它的包装又是非常致密的 可以保证这些物质 不会泄露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说 从多重角度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不会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伤害 那么如果大家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来把这些东西拆开来看一下 看看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 好 可以 老师一一将三个蒸气眼罩都剪开 发现里面所有含物都是通一色 黑色的粉末状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把发热之后的蒸气眼罩 剪开之后的这样的状态 那么从这样一种状态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片材 还是这种粉体 它都属于固体 那么我们这个蒸气眼罩 只要把这个固体给密封起来 那么它就 不会造成泄露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发热状的粉体 不会从眼罩里面泄露出来 然后对眼睛产生这种灼伤 其次呢 整个过程之中 都是固体与氧气的进行反应 它过程中并没有这个液态物的生成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也就 不用担心 它中间的反应的一些中间产物 会对这个眼睛造成灼伤 那么蒸气 它里面的这个蒸气的来源 主要是这个加热之后 空气中的水蒸气结合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蒸气的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从整个反应物的状态来看 它不会有这个对人体 对眼睛产生有影响的这种 这种灼伤的物质这样的东西出现 虽然老师就说了 蒸气眼罩在发热的过程当中 是不会产生对人体有效的物质 但是暖暴暴却伤人的新闻 屡见不鲜 眼睛是人体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 一旦被灼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难怪我们的调查员还忧心忡忡 暖暴暴都可以炆熟鸡蛋 这个蒸气眼罩它的发育原理 其实是和暖暴暴一样的 那难道它也可以炆熟鸡蛋 那我们用了之后 会不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危害得不常失的 我们已经知道用两片暖暴暴掩住鸡蛋 一个晚上之后 暖暴暴所发出来的热量 可以将鸡蛋炆熟 那如果我们同样放两片的蒸气眼罩 掩住鸡蛋 一天晚上之后 鸡蛋会不会变熟呢 好了 现在放在桌面的就是有两个鸡蛋 两块蒸气眼罩 以及是我们这个暖暴暴的 等着我会将用它们 将我们分别两个鸡蛋包好 然后等12个小时之后 看看我们鸡蛋有什么变化 暖暴暴发出的月亮 连鸡蛋都可以炆熟 蒸气眼罩就同样可以炆熟鸡蛋了 蒸气眼罩对人体的伤害 你又知道多少 眼睛干劫难受 你又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呢 在上一节 我们知道蒸气眼罩 不单止可以缓解眼皮炉的作用不明显 而且发现的原理竟然和暖暴暴一样 那蒸气眼罩究竟还可不可以放心使用呢 用蒸气眼罩包裹鸡蛋 有没有变熟呢 好了 12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两者的鸡蛋有什么变化 首先这个是软煲煲的 好了, 现在打开了 摸一摸它, 摸一摸它, 比较稠实 现在我们再敲碎蛋 看看它究竟蛋里面有没有熟 鸡蛋已经熟了 太神奇了 暖暴暴暴竟然可以将鸡蛋煮熟 大家看一下, 蛋黄基本上已经熟了 所以说暖暴暴可以将鸡蛋煮熟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暖暴暴包裹鸡蛋果然和意料当中一样 熟到十成深 用蒸气眼罩包裹鸡蛋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蒸气眼罩 蒸气眼罩, 究竟可不可以将鸡蛋煮熟呢 我们一起显摸以待 大家有没有看到, 看看 里面的蛋液, 蛋清已经流出来了 所以应该可以说明了 我们这个眼罩是不能将鸡蛋煮熟的 究竟里面是怎样的, 我们再来看看 很明显, 鸡蛋是微熟, 蛋清和蛋黄已经很分明 所以说我们这个蒸气眼罩 是不能像暖暴暴那样将鸡蛋煮熟的 既然蒸气眼罩的发热原理和暖暴暴一样 那为什么暖暴暴可以炆熟鸡蛋 而蒸气眼罩就不行呢 蒸气眼罩和暖暴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这个实业是否可以证明 蒸气眼罩是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呢 为了证实蒸气眼罩会不会对人的眼部造成灼伤 刚才我们用鸡蛋做了一个实验 结果也令大家很放心 但是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很放心地使用蒸气眼罩呢 作为一个打冷沙帮问到一个调查员 我将会为大家继续调查 蒸气眼罩会不会对人体造成低温疼伤 我们准备了一支差温枪 一片蒸气眼罩和一片拿来对比的暖暴暴 实验可以开始了 现在放在桌面的就是有蒸气眼罩 以及暖暴暴 等待我们将会对它们的表面温度 五分钟、十分钟以及三十分钟之后的温度 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首先来测试一下蒸气眼罩的表面温度 原始温度是37.7 然后再来测试一下暖暴暴暴的原始温度 暖暴暴暴的原始温度是32.5 好,我们等五分钟之后继续来测试蒸气眼罩和暖暴暴的温度 五分钟过去了,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两者的温度 蒸气眼罩温度是53.3 再来测试一下暖暴暴的 暖暴暴五分钟之后的温度是40.1 好,那我们再等十分钟再测试一下他们两者温度的变化 通过暗暴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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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再来看看暖宝宝 它的温度究竟是升还是降 暖宝宝经过了10分钟过后 温度达到了42.7 即是相比起它在5分钟之前的温度升高了 我们现在再等30分钟过后 看看它们两者的温度有什么变化 10分钟过去 暖宝宝表面的温度不断攀升 而蒸汽眼侧的温度却降了 莫非蒸汽眼罩的发热这么快就离止? 好了,30分钟到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蒸汽眼罩和软煲的温度 就这样摸上去的话 都发觉是已经降了温度了 但是不知道降成是多少了 我们一起测试一下 温度是来到了34.7 相比起之前 10分钟的时候已经降了很多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暖宝宝 哇,好热啊 看来暖宝宝这个温度 可能会升得比较高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温度到了55.9 而蒸汽眼罩在5分钟的时候 达到最高是53.3 经过刚才的实验 我们得出这一组的数据 暖宝宝发热的时候 达到55.9摄氏度之后 还可以继续发热 而蒸汽眼罩达到53.3 这个高峰之后就慢慢下降了 难怪暖宝宝可以炆熟鸡蛋 而蒸汽眼罩就不行了 难道这个蒸汽眼罩真的可以用? 停停停 我们调查团是不会没经过 证实之前又乱说话的 真的不负责任 那虽然刚才的实验就表明 蒸汽眼罩它不会对我们人的眼部 造成低温溏伤 但是蒸汽眼罩是用在眼睛上面的东西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 而且这个蒸汽眼罩最高温 可以达到50几度 哇,真是影响厉害了 那作为负责人的调查员 我肯定要为大家调查清楚 医生我就想问一下 50多度的高温 会不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伤害呢 这个也要看你这个高温 是不是真的是直接接触在你的眼球上 还是呢,如果你敷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敷在皮肤上 那么呢,其实它是没有直接接触到眼球的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对,但是你如果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这个很热的这个水 或者什么东西 它是直接滴在眼睛上 接触到了你的眼球 那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这样看来呢 用在眼睛上的东西一定要慎重了 那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看手机啊,看电脑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那所以呢,出现眼部疲劳都属于一种正常现象 那如果这种正常现象一直不消退的话呢 对眼睛都是一种伤害的 那我们平时呢,又如何去缓解眼部疲劳呢 现代人盯着手机和电脑的时间这么长 眼睛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间出现疲劳的状况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试疲劳的成因 另外一个就是试疲劳的症状了 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疲劳呢 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看近距离太多造成的 比如说很多人他看书太多 或者他看手机太多 看电脑太多造成的 那么这个的原因呢 就是究其根本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眼睛啊 调节使用过多 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远的时候是放松的 但是我们看近的时候呢 是要调节,要聚焦 所谓的聚焦就是调节,对吧 那么长时间的调节呢 就会造成一个结状机的一个紧张 那么呢,就会造成一个 可能出现一个结状机的痙攣 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试疲劳 比如说这些人有了疲劳之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看手机 看一段时间之后呢 会觉得眼睛有点累 那么再久,在时间更久呢 他会觉得眼睛可能会痛 再久呢,会觉得眼眶都会痛 那么再久一点 那么他就可能会觉得头痛 看电脑看久了就会头痛啊 恶心啊,就会伴随这些全身的症状了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去环境有过疲劳呢 这些想要缓解它 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样呢 你要减少近距离的使用时间啊 对不对 然后要多看远 尤其是呢,就是要打断它 就是说你不要说一次看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样 那么你如果真的是需要去看 那么你每看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或者说你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你一定要起来望望远 让眼睛适时地放松一下 或者有时间的话呢 比如说周末了 那么你可以做做户外活动啊 多看看远 让眼睛放松一下 这是根本的方法 那你比如说你说 敷在这些热敷的这些东西 到底有没有用呢 那么它可能怎么说呢 对眼睛促进血液循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但是它解决的不是这个视疲劳的根本问题 対力患解眼鼻劳最科学 最权威的方法就是闭目养晨和软添 经常用手机变得用用电脑的观众朋友 回头只要先多用点望远处 让自己只想眺望多一秒 当然,和医生说一遍 周末可以多做一下户外活动 更加可以舒缓身心和解放双眼睛 好,调查到这里 我相信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都知道征气眼咒是什么回事了 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的患解眼部疲劳 好了,我們今期節目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們節目內容更多信息的話 可以掃描我們的二維碼,關注我們的觀眾微信號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